近日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实地探访乌克兰东部前线战壕 用镜头记录下俄乌前线的真实情况 该地距乌东青俄武装仅数百米 是实实在在的一线作战区域危险系数可想而知 记者的装备包里有头盔 还有标识用来证明身份 镜头走进战壕内部看到一间作战控制室 这里就像是一个情报收集中心 通过监控设备看对面的动态 然后再将情报向战壕里的士兵通报 例如对面是什么情况在什么位置 记者表示在他来之前 这里和对面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侵战 从记者镜头中还能看到 有士兵举着望远镜看对面的情况 还有士兵插着兜椅在墙角 还有人蹲在墙角抽着烟玩手机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博弈升级 俄乌对抗火药味建农 美国军事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首都基辅 北约向欧洲东部地区增派军舰和战机 美国授权美驻乌克兰大使馆 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自愿撤离乌克兰 近日乌克兰局势高度紧张 近日有消息显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10万大军 并与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与克里米亚一起从三个方向 对乌克兰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乌克兰危机是否走火 分析人士指出 西方只是将乌克兰用作削弱俄罗斯的工具 俄罗斯也没有以主动出兵改变现状的必要 因此在乌克兰领土上爆发大规模热战的可能性不大 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